刘涛王柯被传逸离婚 几张照片就可以看出他对这个家多用心 国民好媳妇刘涛和王柯 被传离婚的次数多得数不胜数 在亲爱的客栈这档综艺节目中 也时常有二人争吵的画面 所以被人认为这都是感情不可引起的 众所周知 王柯曾经有过破产的经历 还曾有抑郁症的嫌疑 二人的生活也是从天堂掉到地狱 哭不堪言 以至于刘涛必须再次出来工作 将自己的行程排满来养这个家 在那时候 关于离婚的传言更是满天飞 但是无论外界再怎样传 当事人并不把它当回事 毕竟自己的家庭怎样 自己知道就好 刘涛的经纪人也曾表示过 每天传的这些谣言真的很无聊 二人现实中其实非常恩爱 近日 刘涛在微博上大秀自己的手艺 从这仅有的几张照片就可以看出 他对这个家庭有多么用心 刘涛自己创意的狗年营养早餐 色香味俱全 又好吃又好看 完全可以当一个美食博主了 而且好妈妈好媳妇刘涛不止准备了孩子的 还准备了爷爷奶奶和老公王柯的 可以看得出来 这六盘早餐 每个都费尽心思下了功夫 刘涛自己一块一块的拼凑 还要摆出各式各样的造型 肯定花了很长的时间 而且每盘营养都很均衡 还是根据个人喜好独家定制 有切好的香蕉 有拔出根的草莓 有洗干净的蓝莓 有自己做的蛋糕 还有鸡蛋 火腿 烧麦 培根和炒菜 东西应有尽有 看了就让人食欲大增 连刘涛的女儿都对创意 美食又获得坚持为快乐 刘涛这个好媳妇名副其实 你们觉得呢?